你不认识 他现在说说回去就回去了 他想想就解决了 他怎么那么厉害呢他 你回来 干吗呢 本来就是这么 那我又怎么不能解释 在基因层面一直没有突破 石头哥 这件事情就算王老支持他 你不能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本来嘛 从最开始项目一无所有到现在 灵能一脚就可以申请专利了 他一来 现在跟你享受了同样的级别不说 现在又大张其狗的另辟西境 他是解决问题的吗他 他是来抢弓的吗他 石头哥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说完了吗 说完了继续去做序列分析 那个 新构起 记得冲啊 降火 清费 行了 行了 这个球嘉宁怎么来了 没几天就要搞事情啊 怎么了 我说嘛 他怎么今天你早来了没开眼上了 他居然说他能解决咱们一直计方向的问题 不是 等等 这球嘉宁有神仙手吗 有什么神仙手 他的意思就是咱们这么多人辛辛苦苦努力了一年多 不如人家回来一个月 都是说当局者迷 说不定邱嘉宁刚跟国外回来 从他的角度就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 行官者清了呢 还有王老 现在已经着手让他开始准备报告了 我真是奇得怪了 他是不是岁数大了 怎么糊涂了呢 这说明完啊 似乎很看重球嘉宁的想法 那我们这手上的工作还要不要做了 当然要啊 你们不会真觉得说 石头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个球嘉宁能解决吧 怎么可能啊 再说了 王老要是真的那么看重他 为什么到现在密钥都没给他呢 是啊 按理来说 以他的权限能拿到最高级别的密钥 他那好像没有 对啊 所以说王老还是不信任他 八成考验他 那么从你的角度看 这个研究员提出的 新的研发思路可行吗 我认为不可行 这个研究员是谁 球嘉宁 叮嘱他 我们要的是结果 呼噬 叮嘱他 影响 你在这儿 找我 干细胞来人的端里面 长出精品了 按照之前的体系试了一下 已经有精科了 好 那等长出长出的精品 你要告诉我 好 另外有个盲悬帮我一下 你说 你手上应该有两种 端粒酶的虫化蛋白 帮我过一下质谱仪 然后把质谱结果数据分析一下 你什么时候要 又会好 那我明天中午给你 好 谢谢 你好 我想查阅一下重要资料的备份 不好意思 邱老师 按照规定 您的职位不能查阅 那我想查阅 应该怎么办呢 找你的部门负责人 给你开证明 好 孙老师 有事吗 我想去查阅一些资料 但是管理员说 是有部门负责人 开局查阅证谈 您能帮我开一张吗 你想查阅什么 我想查阅一下 在你们之前筛选出来的 不同组织的端链免移植 在细胞中的数据 还有在动物上的数据 以及你们最后 为什么会放弃的原因 不好意思 这个证明我开不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实验的 最核心部分 王老既然没有 给你查阅的权限 我想我也不方便给你吧 可是 孙老 或者你也可以 直接跟王老申请 让他给你开阅 一个查阅的权限 王老这两天 去重庆开学术会议了 等他回来 那 可是他要三天之后 才能回来 三天不太短 孙老师 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 我只是公事公办 所以你还有事吗 对不起 打扰了 孙老姐 你是不是又换香水了 没有啊 我用了阿道会洗发水 斗手欧洲顶级香药大师 调配的香粉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盘香水呢 最近是不是有新目标啊 你看 那肯定是 郑老师 你和邱佳宁的伟大设想怎么样了 有进展吗 你和邱佳宁的伟大设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报告 根本就是天方路态 那当然了 每个研究员的权限都不一样 像邱佳宁这种基层研究员呢 只能看到最基本的资料 那谁能看到核心资料 孙老师 除了孙老师 欠解也可以 只有组长部门的人能看到核心资料 还有王老 所以邱佳宁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王老了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你要的质谱数据分析报告我已经做好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蛋白的质谱数据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 那就还有不同了 只是一些很细微的不同 不能排除是系统 或者是机器造成的实验误差 哪怕是零点零一的误差 也要告诉我 九佳妮 这只是一点点的不同 是实验误差 是不是误差 要靠实验数据来说明 这两天你再做两次相同的实验 全部分析完了以后再来告诉我 这个不同到底是不是误差 好吧 你的报告做好了吗 还缺少一些很重要的数据 孙老师还是没有开证明 他这是欺负人 你直接打电话给王老 我相信王老会支持你的 关键的问题不是证明 那是什么 昨天纯然告诉我 说之前实验室 也接纳过一些海外回来的研究员 后来他们用实验室里面的大数据 写了一些文章以后 就走掉了 那正好呀 你把这些事情也一起告诉王老 是王老让你做报告的 我相信你给他打电话 他会把密钥给你的 只要不消除孙老师的偏见 就算报告写完了 也进行不下去 孙老师的偏见没有这么好消除 事在人为 孙老师 可以耽误您五分钟的时间吗 说 我的报告快要写完了 恭喜 可是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些实验数据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详细的分析 那那篇报告就只会是建立在我个人的设想之上 别说孙老师了 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认同 王老明天就回来了 就算王老回来同意了 孙老师依然不是心甘情愿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待工作的立场和方式 我有什么不妥吗 在过去的两年里 哈里教授实验室 花了一点五亿美元 购买了各种高端的实验仪器 依靠这些仪器 获取了一些普通科研团队无法获取的数据 并且在科学界的知名大刊上发表了七篇论文 但是 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后 并没有做出像文章说的那些 比如推动科研进展和技术革新等等的作用 我虽然不想批评任何人 但是人格有志 那并不是我的初衷 那乔佳宁 你的初衷是什么 我不会把我从事的课题 作为获取名利的垫脚石 孙老师 我很明白 做科研工作的 讲究的是团队协作 我会努力让您改变对我的看法的 好 查阅证明我开 但是在查阅过程中我需要全程为动 谢谢孙老师 我请你 孙老师 不好意思 耽误您时间了 查完了吗 等我回去整理一下笔记 争取下周跟您和汪老汇报 具体陈述我的设想 靖小姐 虽然我同意让你查写资料 但并不等于我认同您的设想 理解 任何的设想都需要实验数据的支持 好 黄老 上轿了 学生 你赶紧来 夏琳一早就把报告交给我了 我刚刚看了 我听说也给你发了一份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 想法不错 但是仅凭一些分析不太完善的智谱数据 就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话 我认为是一想天开 学生啊 不要那么固执 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之前 就应该停下来 从我们最初的设想开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疏漏 可是王老 如果按照乔佳宁的研究报告 转变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向的话 您又怎么能确定一定能够做出来呢 要知道在最早的理论阶段 我们的想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呀 孙老师 您说得没错 所以基于王老对我的设想的认可 我会先进行初步的细胞实验 如果在实验阶段证明 我的设想是正确的 是成立的 那么接下来后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再上去 学生 你觉得呢 我同意 那我们就用事实说话吧 我实验室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王老 邱佳梁 等你实验结果 佳林啊 体验你打算怎么做 开始细胞实验 开始细胞实验 是有什么问题吗 佳林啊 你要拿出有力的数据来说服大家 事业要重复三次以上 最好要用不同的细胞素来做一下 结果都一致 大家才能认同你 这样一来 得半年多时间哪 是的 我很想支持你 只是 我怕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石头哥 我正找你呢 我说多少遍了 在实验室里叫我孙老师 你吃炸药了 石头哥 好好好 孙老师 按照您的要求 我又把这个实验做了一遍 结果怎么样 你自己去看看 你看 这是最新一次的测序结果 里面没有哈里 到那两种单背形 之前佳梁做的实验 还看到过一次 到了你这儿一次都看不到 重复的实验都做不好吗 如果这些文章中提到的结果 我们都做不出来的话 那些人类未知的真理 还怎么探索 石头哥 接下来我问你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怎么放心 把重央的实验交给你 你告诉我一个结果是无 我怎么知道是真的阴性 还是因为你技术原因 没有做好 林老师 你消消气消消气 消消气我是故意的 那哈里他们的实验方法 描述得非常简单 有很多重量的步骤 都是一笔带过的 再说了 他们用的是肿瘤样本 我们用的是细胞系 还是有一个区别的呀 那你的意思是怪我了 那倒也不是怪我了 就这样你能做吗 不能做我可以坏你 我可以做 我肯定能做出来 我希望你可以 老孙 没事 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就再做一次啊 又等了 吃饭了 吃什么吃啊 丘佳宁 真的是 又怎么了 要不是他 石头哥也不会生气 然后再说我一顿 你这话可说错了啊 孙老师心情不好 是因为被人捅了软肋 捅什么软肋啊 你又在这儿胡说八道 皇帝的新装你听说过吗 说人话 我说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吧 只不过与孙老师的面子 不捅破罢了 丘佳宁 就是那个敢于说说真相的孩子 墨墨 你到底是和谁帮的呀你 我跟谁帮的 跟这个事有什么关系啊 这本来就是做 别吵 墨墨 你还小 这件事呢 不仅仅是实验的问题 总之很复杂 实在啊 你等着看吧 我肯定会把石头哥要的实验结果 给他做出来 报告消了 王老什么态度 让我进入实验 那恭喜你了 谢谢 咖啡 配上巧克力 看上去 还挺好吃的样子 你应该知道 小贺力可以促进内肺态释放 帮助缓解压力 增加愉悦感 这可以让我其中进入更远 你不开心 王老虽然让我进入实验 但是实验常规理 需要三次重复实验 而实验结果必须要一致 才能够确认为结果正确 如果我要从细胞实验开始的话 起码需要半年 王老的意思是 最多三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确实不够你一个人 完成三次重复的实验 那如果是三个人的 三个人同时进行 你和我 我们再去找王老争取一个同事 最后只要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实验常规中 也可以被认定为结果一致 对啊 那我现在就去给王老汇报 等等 既然要结尾时间 那是不是应该再去向王老 申请一下密钥权献 我们把孙老师那边的实验数据 也都过一遍 小山那边有几点吗 三个月之后 原计划成与不成 就会减分小了 三个月 对于现在的小山来说 季端大有漫长 你放心吧 一想到完成任务 就能摆脱我 这次任务 周小山会拼了命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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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 我会信守承诺 这一次任务之后 我放你自由 喂 我想过了 你上次说的有道理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 想通了就好 你也得答应某件事 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 我要参与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哥 我不会再像上次一样停而走险了 从现在开始 我会采取一种更普通的方式 哥 很快 很快我们就能获得自由了 好 三个人三次重复实验 这样就可以解决您说的时间问题了 好 我同意你的这个想法 但是佳寧你得记住了 你只有三个月 而且三个人 一旦出现了什么差错 你就没有机会重来 我明白 王朗 您叫我 你来得真好 佳寧提出根据她的设想 要进行三人三次试验 所以你这里需要 配合她做两件事情 第一 小组凑掉移民人手 协助即将展开的细胞试验 第二 分享一下过去一年 实验室的数据 邱佳寧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孙老师指的是 先不说你要我的人 就说实验数据 那是过去一年 我跟同事们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的 如果我们想的话 完全可以在 CFN这样的大刊上发文章 但那不是我们团队的目的 所以孙老师认为 我一上了就提出 要寻找药物的把点 是想要在大刊上 发表文章吗 我知道你求佳寧 现在的处境 特别需要一些文章 来证明自己 但是请不要太过分了 好了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小孙 嘉宁不是那样的人 都是为了工作吗 这样吧 我保证 在原计划期间 我不会发表任何的文章 专心地投入到实验中 抱歉 我不相信你 这个课题对公司 对王老 对我们整个团队意义重大 我不可能把过去一年的心血 交给你这样的人 当然了 如果王老您坚持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我先出去了 不是 小孙 小孙 嘉宁啊 你别介意 我看你还是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你的时间还缺少你们诸首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先有的实验员 李纯然 张宇 童木 还有谢笑笑 他们都是孙老师做的人 孙老师已经在气头上了 如果我再用他的人 恐怕他会更生气吧 我看 我还是先做完实验的设计 等我私下地问一下 他们每个人的意见 再做决定吧 好 你要抓紧时间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对了 苏欣的办公室空着 为了实验方便 你搬过去吧 谢谢王王 莫莉 我不希望你在这样 浑浑噩噩不变是非地活着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 画一种方式生活 不再伪装 坦坦荡荡 早餐阳光的下 就让世界听着再见 就把背影交给你 两个灵魂控着伴痕 剩下了你半的铃圈 就让世界听着听着 来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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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的建议 为你的建议 就让世界听着定格 就放弃无畏的纠缠 就放弃无畏的纠缠 为你的建议 你能和我一样 就让世界听着定格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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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来报名的 太巧了 我们现在全场做活动 打八成 我是来应聘格斗教练的 你应聘格斗教练 你别开玩笑了 好吧 你这小身板扛得住吗 扛不扛得住 找您这儿最厉害的人 来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五号 过来一下 来了 来个妹子 漂亮 生理 什么事 你跟他比方一下 我不比 我不欺负女的生理 你怕我 宗月 我见到漂亮姑娘 怂了 你才怂了呢 不怂 比一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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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别说去我你了 给我针枪十弹的短 我得要看这女的有多大 女士优先 出招吧 没关系 他们一脚 你是这样最厉害的吗 为什么不能录着我 你打赢了是没错 但这不符合我们学院的需求 你到这来的都是百里 平时工作压力就很大 他们到这来就是来发泄的 你这么厉害 客户都给吓跑了 我还怎么做生意 发泄 你的意思是我还不能还手了 哎 小姑娘 你呀太真强好胜了 我们这真不需要真材实料 让客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你还是走吧 你还是好吗 你还是好 reader 你不要问你 你看他 你可以带他 我已经想不成功了 我马上给他 抢你 看你 你爸爸 我来了 你不要说 我带我留心 这抓他 你的真不愿意 你自己的真义 打赢了最厉害的 但是他们不录用我 说只需要让顾客发泄 并不需要真材实料 很正常 哪儿正常啊 不同的世界 遵照的法则也就不一样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文明世界 所有人都逃不够两个字 利益 你可以去向老板提出 免费试用三个月 你相信我 在这个世界 很少有人能够抗训免费这两个字 只要你肯让力 就会有人上钩 前两天我让你做的精疲演射实验 数据取回来了吗 今天正午刚取回来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分析 那你就仔细分析一下 再结合之前的质谱数据 一定要找出具体的差异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好 那我就先做一下初步的实验计划 等咱们的演射数据分析出来之后 再做尝试 好 你先过来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实验思路的框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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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是王老说了算 是 这话没错 但是 如果孙老师不愿意配合的话 那就算进入了实验 他也不会配合 我们很难进行下去 去找王老要蜜药 邱教练 你这么努力 现在就差蜜药 如果你不好意思 我去找王老要 不是不好意思 那是什么 女人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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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再在外面打发了 让他亲吵 他本身往多 先走一趟 走一趟 不行 我走的病理压片在里面 怎么 在哪 在哪 在家常看后面的那个病箱里 柴教练 你要干嘛 拿病压粉 请站起来 没事吧 有病人问你 没事 早先去放病理药 请站起来 吸入了高浓度的二杂本 只要立刻清洗眼睛 呼吸吸烟空气 这是最基本的实验室原则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我知道 但是放病的烟本更重要 先清洗眼睛 放病的烟本 洗眼睛 正好晒 洗眼睛 好 感方认 还有噁ом吗 我需要 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大碍都已经清理了 只是少量吸入而已 对了 今天谢谢你 不用跟我说谢谢 倒是你 明知道里面有二家本 为什么还要冲进去 孙老师他们总努力做了一年的 病理结果都在里面了 如果说 到底是病理结果重要 还是你的身体重要 怎么 我说错了吗 理智上是身体重要 可是 如果说是你花了一年的努力 得出的病理结果 就在那一瞬间被毁了 你会是什么感受呢 我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张老师 因为我根本不会在 没有任何价值的实验方向上 浪费一年的时间 任何实验都有可能是完全错误 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但是每一个生命都是正确 有价值和意义的 邱嘉宁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清楚的话 没有资格做科研 不好意思 话说中了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刚才连累你身陷险境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邱嘉宁 下次别再这样吧 密钥固然重要 但是搞科研的不是成个人英雄 就算我拿到了密钥 可如果得不到宋老师的认可 或许工作一样无法进行 但是没有密钥 一切都白搭 赵老山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特别着急 没有 没有 你有 召集拿到密钥 推进项目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 希望自己的研究有所进展 是很正常的事情 也不是 否则你刚才眼睁睁地看到那些病理结果被毁 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那好 你说 我这么着急究竟有什么目的 可能是我误会了吧 快回去吧 喂 喂 你好 我是送外卖的 你送的是哪一家 是牛腩粉吗 对对对 三连五啊 你这个门现在开不开 好 那我先下去拿 行行 好嘞 我在这儿等您 谢谢 刘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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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fees Auch有 忘记带钥匙了 没事 没事 我等会儿吧 来了 我下楼拿外卖 结果忘带钥匙了 我们也还要一会儿 才能回来呢 能来你这儿闭一会儿吗 你快进来 我还没那么闹 好 来 随便坐吧 来 先喝杯热水 谢谢 把衣服披上 不用了 不用了 你没事 万一你生病了的话 到时候项目就要吃虎了 披上碗 谢谢 你喜欢吃粉啊 还行吧 这家一般 我觉得味道还行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 更好吃的 是吗 下次我亲自给你做一碗 你还要做粉啊 当然了 我从小就会做饭 我从小就会做饭 小时候 我经常做粉给我阿嬷吃 我阿嬷特别喜欢我给她做的粉 你吃完饭了吗 吃了 怎么样 脑活一些了吗 还好你宿舍离我宿舍急 所以她的输液时间 必须要得开 能养之后的三个小时以后 不可能 听说你前几天做好人好事 在急诊科替人颠覆医药费了 你说的 急诊科的同事说呢 病人已经联系上家属了 把签的医药费已经补上了 让你有空把你的钱拿回来 不过签片 我也提醒了你去 下次别这么冲动了 万一人家要千千不还 你的一片好心就打水漂了 命悬一现哪 钱还能再振 命就一条啊 好 你钱多送我白天你担心了 好吧 小金天 千万没选这种人 有这些时间 还不如多看几个病人呢 你说的这是人话嘛 我也是百忙之中抽空来关心你 怕你被别人算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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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去忙人的吧 小金天 你看 我对你师父的关心 就是一个屁 你看好 看清楚 照片上这个人 将会是你从一路上 永远的 好模样 师父 我觉得颜柯提醒得挺对的 非言 非言 古人与穷则都善其神 达则奸景天下 我 帅 所以责任就多 你呢 傻 所以活得比较轻松 你穿什么呢 别忘了啊 忘不了 李嘉欣 来 明写的提前报告 谢谢李哥 不谢 我看看 我帮你看 请 求佳妮 怎么样啊 坐 坐 你要坐好行李准备啊 你姐她 我姐怎么了 你给我 她没事 为什么这么烦人呢 你不是说你姐在国外那个很牛的研究院工作吗 回国去就干吗 她心系国家回国发也不行啊 牛皮吹破了吧 她美女科学家呢 我看就是特别丑 根本就见不着 你再说一遍 说中了 你再说 特别丑 你再说 肯定是 别过来 别过来